曾几何时,深圳这座中国的经济火车头象征着蓬勃发展,无限机遇。 然而,2024年的第一季度,这座城市却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新登记的失业居民同比激增40%。 这一数字不仅刷新了深圳的历史记录,更成为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 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新登记失业居民较2023年第四季度增加15%,相当于就业人口减少4万余人。 要知道,2022年,深圳的就业人口还接近1200万。 这座曾经吸引无数人才,充满活力的城市,如今却成了失业大军的集结地。 更令人担忧的是,官方统计的失业人口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许多裁员并未同保或记录,真实的失业率可能远高于官方数据。 深圳办官方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王伟坦言, 深圳吸引了大量大学毕业生与求职者,这无疑推高了失业率。 然而,深圳的困境并非个案。 在距离不远的东莞,情况更加惨烈。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显示,东莞近期招工的失心竟然跌至8元人民币。 有网友爆料称,中国的失心在去年下半年就已跌到16元人民币, 今年上半年更是跌至11元,而现在甚至出现了8元的失心。 更有专家大胆预测,下半年可能会出现5元人民币的失心, 这无疑是对劳动者尊严的极大侮辱。 东莞的困境并不仅限于低工资。 有消息称,东莞凤港镇的环卫工人们因为被降薪和欠薪而集体罢工。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街道上堆满了无人收拾的垃圾,曾经整洁的城市俨然成了垃圾场。 与此同时,深圳龙华区也传出令人心酸的消息。 据报道,该区流浪女性明显增多,其中不乏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因找不到工作,又不敢回家,被迫露宿街头。 网上流传的视频中,只见许多年轻女性盖着薄薄的被子,洗地而睡。 这幅画面与深圳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令人不禁扪心自问, 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发展吗? 本该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代表。 他毕业于浙江大学竹可珍学院,取得金融学硕士学位,进入中金公司工作后,年薪高达百万。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精英,却因为降薪后还不起房贷而选择了跳楼。 据悉,郑文录与丈夫去年在上海购置了一套价值1800万元人民币的豪宅, 贷款总额高达1100多万元,每月虚还房贷近6万元, 还款期限长达30年。 在经济下行,公司大幅降薪的背景下, 这位年轻的金融精英瞬间沦为房奴, 中产阶级的美梦转眼成为噩梦。 这一系列事件,无不再诉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 曾经被誉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 如今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失业率攀升,工资下降,环境恶化, 这些都是经济衰退的明显信号。 而最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困境似乎正在向全国蔓延。 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毕业及失业已成为许多大学生的真实写照。 据智联招聘平台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 截至4月中旬, 极有48%的英界毕业生获得了非正式录用通知, 这一数字比去年还要低。 而据一位广州高校老师透露, 其所在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在6月底仅为45%左右。 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 许多大学生不得不降低期望, 有的选择继续深造以推迟就业, 有的则不得不接受低于预期的工作。 一位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表示, 自己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最终选择转专业去香港中文大学读研。 另一位毕业生则在多次考公务员失利后, 不得不继续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准备考试。 还有一些学生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只能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 这些鲜活的例子无不再诉说着一个残酸的现实, 在这个经济寒冬里, 曾经被视为未来希望的年轻人, 如今却成了最脆弱的群体。 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经历着 从充满希望到绝望的过程。 而这种绝望似乎正在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集体记忆。 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 中国官方似乎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 他们采取的措施, 却让人不禁怀疑这些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还是仅仅是在掩耳盗铃? 据知情人士透露, 官方统计的就业率数据可能存在严重的造假问题。 一位曾在基层政府工作的李女士爆料, 地方政府和高校在统计就业率时经常采取创造性的方法。 例如, 有些学校会鼓励学生自己登陆就业系统, 填写一份虚假的就业证明。 还有一些考公务员或准备考研的学生会被登记为自由职业者, 从而在数据上被算作就业。 更令人震惊的是, 一些企业竟然被要求配合造假。 李女士的一位同事就曾透露, 她的丈夫开了一家小公司, 虽然并不需要那么多员工, 却被政府要求配合作假。 在招聘会上, 他们会收集大量求职者的简历, 然后将这些信息录入所谓的人才库, 就算是为这些大学生找到了工作。 把这些人录入人才信息库, 就算是为多少个大学生找了岗位, 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问题。 李女士说, 政府的统计报表就好看些。 她其实没就业, 会把它当作就业来统计, 作为年终总结上一个好听的数字。 这种造假行为不仅存在于基层, 甚至在一些重要的统计数据中, 也能看到痕迹。 去年8月, 中国统计局突然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 这一举动引发了外界的广泛猜测。 直到今年1月, 这一数据才被重新发布, 但统计口径却发生了变化, 不再包括在校学生。 这种做法无疑让人怀疑官方是否在试图掩盖真实的失业情况。 面对就业难题, 官方也提出了一些所谓的创新措施, 例如推出了公益港这样的特殊岗位。 表面上, 这似乎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就业机会。 然而, 一位媒体人揭露了这种做法的真相, 这种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没就业, 地方安排到公益港, 一个月给你1000到2000块, 最低的生活保障, 民意上有活干了。 他们会被派遣到各个政府部门或者一些下属单位去工作, 每个月由这个单位开工资, 但是不给上社保, 什么都不给他上。 此外, 官方还推出了三支一幅和西部计划等项目, 鼓励大学生到基层或西部地区工作。 然而, 关山指出, 这些项目最终沦为了一些想当官的年轻人的镀金途径, 成为了变相的形式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继续升学或出国留学以推迟就业。 据统计, 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在内的11所知名高校。 2023年, 应接大学毕业生的升学率高达70%以上, 另有30所985大学中的25所, 毕业生升学率超过50%, 其中15所超过60%。 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社会内卷化, 反映了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 一位来自四川某知名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指出, 中国高校过度扩招是导致社会内卷化的重要原因。 他说, 扩招后岗位挑人, 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的职位质量自然相对下降, 及收益相对降低。 大学生及硕士、博士越来越多, 导致后来的大学生越来越难找到 以前大学生所能找到的同质量工作。 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个可悲的循环, 为了在就业市场上保持竞争力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继续深造, 但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就业市场的饱和, 使得即使是硕士、博士毕业生也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更让人担忧的是, 这种就业困境似乎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自中国2023年1月放开疫情封控后, 中国经济仍持续停滞。 由于中国对外关系恶化, 外资也在加速撤离, 这无疑进一步压缩了就业市场的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的年轻人究竟该何去何从, 他们的梦想, 他们的未来是否已经被这个残酷的现实所吞噬。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从一开始就被推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怪圈。 从小到大, 我们被告知要努力学习, 考上好大学, 找到好工作。 但现在看来, 即使我们做到了这一切, 又能怎样呢? 这种无力感似乎正在成为整个年轻一代的集体情绪。 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被欺骗, 被掏弃。 他们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 却发现自己似乎永远也无法达到父辈那样的生活水平。 有分析指出, 这种普遍的失望情绪可能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年轻人对未来失去希望, 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 还可能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一些专家甚至警告, 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改善, 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面对这样的困境, 中国的决策者们似乎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他们一方面试图通过各种政策来刺激就业, 另一方面又在努力掩盖真实的失业状况。 然而, 这种做法不仅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信任感。 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 中国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信任危机。 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 普遍对未来失去信心时, 这个社会的未来就真的岌岌可危了。 感谢观看